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与各类的文化跟资讯产业 在今年还在中央书局推出了周三读书会 致力于推动阅读的风潮 有关于詹洪志以及他为什么办周三读书会 在我们的节目第五集当中 我们曾经说过詹洪志写过一本书叫做绿光网事 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升旗台上的管乐队 这里头讲到他念中学的时候 是一个以升学为主的一个名校 就是台中一中 在降旗的时候 校长让管弦乐团的老师上台 就把整个管弦乐团搬到降旗台上 演奏很多的像贝多芬 这些很有名的乐曲给大家听 那么那个时候的很多年轻的学生 其实并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乐曲 可是呢就在这样一个很奇妙的时光里面 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 那么这篇文章升旗台上的管弦乐队 他就说到索性学校里有一些风颠 不寻常理的老师 给了我们一点生命多样性的想象 那我觉得大概这个就是 詹洪志对于台中特别有感情 对于台中中央书局也特别发下心愿 想要成立读书会的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在想 读书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 还有所谓的优秀 又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你看看现在在学测以及分科测验 分科测验就是指考 那现在呢把这个百分制改为六十级分制 就指考以前是一百分为满分嘛 那现在要改成六十级分 可是现在呢又在演绎说 这样的话可能同分者中 所以呢可能要这个集聚计算方式呢 要踩百分之一的方案 还是零点一 百分之零点一的方案 这两派意见呢还在那边搞不定 你看了这个真的是觉得很叹息 这些教育单位制定政策的人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他们到底理不理解 所谓的念书这件事情 其实是要多方探索的 那同样是今天早上的报纸 就是11月12号的报纸上 有一篇文章 是一个登山家 也是一个老师 叫做吕中翰 那么这篇文章叫做 让孩子自由的玩 找寻身体的平衡感 那这篇文章他就讲到说呢 现在台湾的体育教育 比较少谈的就是所谓的体感 身体的体感 那么吕中翰呢 他是一个登山家 然后呢他登过8000公尺的高峰 他这辈子呢要攀爬14座 8000公尺的高峰 以此作为他的梦想 那他也在全人中学担任专任的老师 他就说到一个概念 他说他很喜欢看 Roger Federer的网球比赛 那么Roger Federer在网球比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的动作为什么能够那么优雅 我们知道Roger Federer 他是劳力士表的广告明星 那么劳力士表 他当然主打的就是非常的优雅 绅士的风范 那么劳力士表配合上 Roger Federer他打球的那个英姿 你就感觉到那简直是一种艺术 那么这个吕中翰老师 他就说到 在Roger Federer打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的人重心是非常稳定的 他的轴心在旋转的时候 是很漂亮的 他的身体摆动和急球弱点 非常的平衡 也就是说运动不只是要得胜 他是有一种美感 有一种平衡的美感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戴姿影 戴姿影打球的时候 他的身体动作非常的协调 甚至还有一些巧劲 他打球的时候是很顺畅的 那你就慢慢看出来 好的运动员呢 他其实有一种特殊的sense跟体质 这是绝对是看得出来的 那么他就说到呢 其实体感 所谓的体感是什么 是一个人的重心 微妙的身体平衡感 那么任何好的运动员 他其实都不是一开始 就打固定打某一种球的 像我最近看 Roger Federer他有一个传记 这本是堡垒在9月份出版的 一个中益本 叫做Roger Federer 无可取代的网球之王 那么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说 Roger Federer他青少年的时候 他是踢足球的 所以呢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专攻网球 玩了很多种体育的竞赛以后 慢慢的感觉到网球才是 他真正最擅长的 他才开始走上这条路 那在吕中汉老师这篇文章里面 他就讲到说 在美国NBA或者是大联盟选手为例 他们国高中的时候呢 也都玩很多种运动 慢慢的才选定某一种比赛 所以呢 一个动作的完整度 还有如何运用肌肉跟力量 要怎么样成为一个顶尖运动员 其实从小就是要经历过一个 跑来跑去 什么都玩的这种整体感受 那么因此呢 这种所谓的体感 他这篇文章讲到说 我们台湾的体育教育 根本就不提体感这回事 那么这个运动文化 事实上就是一种探险 那么体制内过多的限制呢 会没有办法让孩子自由的去奔跑 探索感受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从吕中汉老师这样的一篇文章 让我也想到 在我们整个小孩子念书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让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 跑来跑去 什么都看这样的一种童年 或者青少年时光吗 我们从现在各种考试的什么 分科测验的集聚如何如何 这些东西很索性的规定 学习历程档案的上传 等等这些 我们都看到都是一些限制 那么现在的小孩子 他们在整个求学的过程里面 他们还剩下多少空间 可以自由自在 自己去摸索 去看书 去找寻那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来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少了 那么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最近我到成品区 然后刚好看到架上面 联合文学跟硬科两个杂志摆在一起 硬科讲的是台静农 联合文学他的主题是Netflix 这两个主题也差太大了吧 一个那么老成持重 讲台静农 然后另外一个居然讲的就是Netflix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影音串流平台上面 这几年Netflix大概是 是占率最高的 因为他2018年就 就在台湾是大力推行了 但是呢 迪士尼在今年的11月 正式在台 还有在南韩香港上线 那他旗下的IP作品 那些原创的IP作品 包括鱿鱼游戏 是吸收订户最强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这两大平台呢 现在正在竞争我们的眼球 这个展开一场殊死战 那联合文学开发这个主题 当然是非常流行文化的 是很吸睛的 应该是很年轻化 很活泼的一个话题 可是对比联合文学 应科他就老成持重的 在谈台静农 我的天啊 这时候怎么会想到 谈台静农呢 那么久以前的人了 他都去世已经30周年了 结果猛一看 原来是没有错的 台静农呢 今年是120岁名诞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我们说 9月是张爱玲月的话 因为张爱玲是在9月出生 9月去世的嘛 那么11月就是台静农月吧 应该这样说 台静农呢 他是11月出生 然后在11月去世的人 他是1902年出生 1990年去世 刚好都在11月 所以今年是120岁名诞 那众所皆知呢 台静农先生是台大中文系的顶梁柱 就是象征性的头号人物 那么我看到杂志 非常庄严肃穆的谈台静农 然后找了很多他的弟子 来谈的这个 他们的老师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30年前 在台北念博士班时候的往事 我虽然不是台静农的学生 没有上过他的课 但是呢 我上过郑谦老师 郑英白老师 还有张静 张清辉老师的课 而他们两位都是台先生的同事 就是台大中文系 很有名的老师 那为什么我会有机会上到他们的课呢 因为当时候台大退休的教授 他们很多人都在福大 或者是在东吴兼课 那这些博硕班的学生 都是聚在一起上课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老师的家里面上课 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有机会到老师家里面去 那非常非常因缘巧合的就是 以郑英白老师来说 郑谦老师来说 我们刚好就是他的关门弟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1990年我刚上博一 然后呢 上了一学其他的课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1991年的暑假 郑英博老师就去世了 那台静楼老师的去世 是在前一年 就是1990年的11月去世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刚好都在温州街 就是郑老师 郑英白老师的家里面上课 都是在他那个 就是他那个客厅里面上课 大概有十几个博硕士班的同学 有福大的 也有东吴的 那我是东吴的 那我们在上课之前 就听到一些碎嘴子的 那个博班的学长 就在那讲说 在那个 台老师的灵堂里面 然后郑老师呢 战战巍巍的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85了吧 85还86了吧 那时候身体很差了 都穿一席黑色的长衫 然后他的身体呢 非常的脆弱 就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整个是棉絮一样的身躯 然后他眼力那时候也很差 步履满山这样 那他说他那时候眼睛已经近在咫尺 也只能变男女 也就是说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身体也很差 然后听力好像也不太行这样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听学长 他们就在讲说 在灵堂里面 郑老师呢 步履满山的走入那个 台静龙老师的灵堂的时候 跪下来痛哭 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啊 一起渡海来台湾 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呢 他跪下痛哭 然后其他所有的在旁边的人 都为之动容 那我光是想象那个画面 我都一个感觉到那样的一种 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感触 我们去温州街上课那个时候呢 郑老师的家 那个时候还在温州街 当时候呢 温州街那些台大宿舍 已经拆的 大概拆了一大半了吧 所以呢 郑老师家呢 是比较仅存的 还没拆的那部分 我记得那些宿舍长得都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都在那个棋盘方格的巷弄里面 常常在台电大楼下 然后走进去那个巷弄的时候 常常找不着 因为每一间都很像 然后我们就记得 有一个门口挂一个鸟笼的 那个就是郑英白老师家 这样 然后巷子口 还有个卖胡椒饼 那个不重要 胡椒饼不重要 总之就是 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面 上课的时候 我常常感觉到 好像走进时光的一个黑盒子里面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师 85岁的老师 那他体力也不行 眼力也不行了 然后就缓缓的 在那儿跟我们讲以前的故事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他小的时候 我记得好清楚 他说他小的时候 常常跟他的爷爷 去戏园子听戏 他不是说去看戏哦 他是说去听戏 那么大家都知道吗 那个郑谦老师 他是满人 满洲人 然后呢 他们家也是四族 那小时候跟爷爷去听戏 他说 大家都早就已经听得滚瓜烂熟 包括像梅兰芳 什么他们那些名角这样 然后大家都已经很滚瓜烂熟 大家都会唱 所以呢 所谓听戏是台上大声唱 台下小声唱 唱成一团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突然发现 他讲的是清朝时候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还留辫子 也就是说在那个客厅里头 所听到的所有事情 然后下了课出来 都觉得好像做了一个 不合情理的梦一样 那在这个客厅里面 郑老师曾经说过鲁迅 说过李济也 还有他谈他的好朋友 台静农冯友兰 还谈梁启超 钱木 什么杨连生 等等等 他讲了很多很多他们的故事 我们是半懂半不懂 因为有些看过他们的书 有些是没什么概念的 可是呢 就在那样子 很混乱的上课状况底下 我们也读了不少书 比如说呢 虽然老师已经上课 没有办法教我们太多学问 但是呢 好歹我们也把他的那个 锦武从编 也有读过 那个是他的著作嘛 那另外呢 就是那个时候 他还出版了一本诗集 叫做永家清咒堂诗集 是刚刚写的 当然是旧诗了 诗词 就是刚写的 然后刚出版的 结果呢 还有一个 有一个学长还反而看成 永家清化堂诗集 清咒就是咒业的咒 永家清咒堂诗集 然后 这个老师还跟我们讲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 他说他们这种旧时代出来的人 所谓写诗都只会写文言的诗 旧体诗词 那他也曾经想着 要怎么样去写新诗 要赶上时代要写新诗 但是他没有办法直接写新诗 所以呢 他都是写成旧诗 文言的诗 然后再把文言的诗 翻译成白话的诗 哇 这个我想起来就很绝 这有一点像什么呢 我到现在 我没有办法直接 在电脑前面打字写作 我都是写在纸上面 然后呢 第一次的炒稿 是写在纸上面的 然后写完一个大致的初稿之后 我再打到电脑里面 那打到电脑里面的时候 我才一边修改 所以我的初稿 永远都是在纸上面写的 简单讲 我是纸本人 我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写 那有点像是郑老师 他说他一定是先写旧诗 再翻成新诗 这个听起来也是很奇的 面对这样子 年纪那么大 身体也很不行了的老师 事实上那是他活着的最后一年 当然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面对这么老的老师 老实讲 实在不是直接从他的口中 去得到什么学问了 是基于对老师的好奇 然后去查他的著作 然后自己读 当时候没有Google这件事情 去图书馆查也是千难万难的 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有足够的好奇心 然后呢 去查了很多有关他的著作 然后呢 啃了一通这样 半懂半不懂 也读了不少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科技不发达 查资料不方便的时代 可是那个时候人读书的心比较单纯 就是呢 对老师的学问产生的好奇之后 想尽各种办法 去查到老师的书来读这样 那我还记得呢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有一次不晓得为什么 就有感而发的跟我们说 做学问不要怕冷僻 有冷僻的地方呢 才能够有不同的获得 那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有所偏方有所致 也就是 你走了一条 寻常人不走的道路的时候 才能够另辟蹊径 才能够走出一番自己的光景 所以呢 做学问不要一窝蜂 简单来讲就是 你看的这么老一个人 应该是个老学就 应该很八股 或者说 至少应该很呆板吧 可是没有想到呢 他们也是当年也是血气方刚 很有自己的理想的 所以你从他会讲出这个话 就知道年轻的时候 也是很叛逆的 有所偏方有所致 我现在想起来 那个郑英白老师的学问 他那些诗词曲 我根本就都不记得了 但是呢 他这句话却烙印在我的心里面 永远不能忘记 我有很多那种 比较独特的行为 或者是比较自己想要闯出一番名堂的那种想法 其实都是从这句话来的 有所偏方有所致 为什么要跟人家走一样的路呢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做 你不值得去闯一闯呢 所以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 我没有受他什么影响 说到郑英白老师的学生 那就很多了呀 比如说像林文岳 大家很清楚的 林文岳都以为他是台静农先生的学生 但事实上呢 林文岳他的硕士跟学士的论文 都是郑谦老师指导的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 其实他对于郑谦老师是一种敬畏 比如说他就写过 英白师策记等等很多文章 他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敬畏的 尊崇的一种情感 但是林文岳对台静农 他是比较如目之情的 也就是说林文岳对郑老师 比较像是对一个师长 但是对台静农先生呢 他比较像是一个 一个父亲那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他有一篇文章很动人 林文岳的文章叫做 从温州街到温州街 他就继续说有一次 他开车 然后载着郑英白老师 到温州街的台静荣老师家里面 也不过就隔两个路口吧 然后他们两个老的在那讲话 他就随时在册 那篇文章收录在那个林文岳的 一本散文集 1993年的叫做作品 这个散文集里面 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很动人 你就看着两个长者 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话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默契 他们讲话跟他们谈天的一种方式 看得都非常感动 郑谦老师就说过呢 那个台静荣老师 他们家是不会找小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的对面 是以前彭明敏教授的住处 那彭明敏就是写自由的滋味那一个 后来就是就逃出去 就从台湾逃到国外去 那因此呢 就是在他们家前面 永远就有一些 这个情治人员在那边助手 那只要是出入他们家的人 大概都都会被钉烧 然后都会被监视 简单来讲就是 那个台静荣老师 他们家的血对面呢 那边就有个钢烧就对了 那连带呢台老师他们家那里 等于也就是有重兵把守啊 根本就不可能有小偷啊 谁敢进来 然后恐怕很多访客 也都不敢进来 在1991年的6月 就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还记得最后一堂课 不晓得为什么呢 郑老师坚持要送我们出来 那时候他坐在轮椅上面 跟我们挥手道别 也就是说这学期的课结束了 然后大家再见这样 那个时候不知道 那是什么样的意义 后来呢 才突然觉得 老师好像自己预知了 自己 已经 已经寿命已尽 所以坚持出来 跟我们道别 然后我多年以后呢 想到这一段 求学的经历的时候 你会发现 虽然在课堂上 他没有教我们太多的东西 但即便如此呢 我们也从侧面去体会到 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事情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要教会一个人航海 不必教他坐船的技术 只要让他向往大海就可以了 我常常想的这句话 这些老师 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关门弟子 真的就是他人生最后 教的一般土地 可是呢 就那么一点点接触当中 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的顽强 我记得郑老师呢 他每次总是会买一些小糕点 上课的时候请我们吃 然后呢 他上课之前 他就告诉我们说 有个小纸条 然后放在电话的旁边 如果说他突然心脏病发的话 就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我们那个时候上课都有点紧张 怕他突然之间倒下去 还怎么的 他那时候身体已经那样了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呢 其实还是蛮感伤的 那么在这些老师当中 我印象很深刻的 还有张静 张清辉老师 张清辉老师也是戏曲方面的专家 曾永毅老师就是他的 敌传的弟子 那廖玉慧应该也是跟张静老师很熟的 我记得那时候修他的明清剧曲 然后他带我们呢 去国军英雄馆看剧 然后还跟我们就是上完课都是跟 就请我们一起吃饭这样 然后在饭席上面呢 就聊了很多事情 这个都跟学问无关 但是呢 却让我感受很深刻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 张清辉老师 听说他的那个关系并不是那么好 简单来讲因为太耿直的关系 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那么在北大这个系统里面 因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学所出来的 那跟那个台静荣老师 他们是同个系的 所以呢 他等于就是台静荣老师的学生那一辈了 那么张清辉老师呢 因为他为人比较耿直一点 心直口快的 好像比较得罪人这样子 然后呢 我记得有一次啊 他就在吃饭的时候跟我们讲说 现在的助教真是不像话 居然呢 一开学的时候跟我说 老师你这学期要开什么课 然后呢 他就有点愤愤的 他就说 怎么这样说话呢 这个台先生以前从不这样说话的 他总是说 这学期帮我点什么忙啊 这样 我们那时候听了都觉得好笑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博班的学生 偶尔也在外面建一点课嘛 有人要给你排课给你上 那还不好啊 问你说老师这学期开什么课 居然还生气啊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 那种老师文人之间 那一种很温厚的感情是这样的 台先生明明就是张静的老师那一辈的人 可是呢 在问他开什么课的时候 他是说 这学期帮我点了什么忙啊 他绝对不会说 这学期你要开什么课 他不会这样讲的 所以呢 他们的聘书也绝对不会丢在信箱里的吧 绝对是系主任一个一个自送的 就是亲自送到这个老师们的府上这样子 所以呢 你慢慢就可以理解到 一两件小事 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坚持 那比如说又一次 我记得我好像是写了一篇文章得了稿费吧 那我就很得意的说 今天我请课 因为每一次都老师请课请吃饭嘛 都他付钱 那我想我今天拿了稿费 我可以请课了 今天我请大家 结果呢 老师居然讲一句话 他说 你有资格请课吗 虽然是开玩笑的话 那也把我吓了一跳 我从来没有想过 请课还要资格 那后来我回去想了很久以后 我其实慢慢理解到老师那一句话了 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请课不只要钱 你还有一种身份 今天要做东的人 你必然是比如说地位比较高一点 或者职位比较高一点 年资比较高一点 才能够说今天我请课 不能因为我有钱 那就我请课 你请课人家未必要让你请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 常常点醒我 所以后来我再也不敢亲眼说 今天我请课 再也不敢说那个话了 因为我从此知道请课是要身份的 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请课的 也不是你说的请课 人家就会愿意去的 那么说到张清辉老师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 还有一句话 他曾经说过呢 他有一次就讲到郑英白老师 那他就说 郑老师呢 中文居然不错 那我就吓一跳了 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北大系统的都自以为 国学程度非常好 那因为郑英白老师 他是燕京大学出身的 燕京大学是比较洋派的学校 所以呢 他们北大系统的看燕京大学系统 他说 没想到郑老师的中文居然不错 居然哦 居然不错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的那些文人 他们是中西文都非常好 中文跟英文的造诣都非常好 从一件事可以证明 我有另外一个老师呢 是潘崇归老师 他是我博士班论文指导的教授 那我有一次就亲眼看见 他的国学造诣有多好 就那时候我要到中部的一个 私立大学去接一点课 然后我请老师帮我写一个推荐信 这样好 然后我就在那边纳纳的说 那老师可以帮我写个推荐信吗 他二话不说 毛笔拿起来 只一铺号 然后呢 马上就说 好 那你讲一下你的资料 那我就在那说 我要去什么学校 然后我是什么什么地方人 然后毕业于什么什么学校 我就在那边讲 然后老师呢 连草稿都不用打哦 他直接毛笔拿起来 然后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 刚好最后一句 就在那个性子的最后一行 刚刚好 完全没有标点符号 好像他算好的一样 那整篇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书法的帖子 连一句都不用改 然后不会写错半个字 而且我的资料是零零碎碎说的 他居然能够他写他的 我讲我的 这样就可以 真的是口译 那完全就是口译 然后用书法写下来 所以我慢慢才理解到 以前的那种旧式的文人 他们受到的教育 真的还是很扎实的哦 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呢 我的老师刚好是一半台大派 一半师大派的 那刚刚讲到台金龙先生跟张清辉老师 他们就是台大派的 那另外呢 潘崇归老师跟王梦欧老师 他们就是师大正大派的 这两个派别 在中文学界系统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他们的资历呢 都一样都是大老级的 那么潘崇归老师也很好玩呢 就是我们都修过他的红楼梦研究嘛 那他的红楼梦呢 他是索引派的 他不是考证派哦 考证派就是胡适的 那这一派认为说呢 红楼梦就是曹雪芹他的家传 就是根据他自己的家族里面的仪式 去写出来的 可是索引派这一派呢 是认为说 这是一个反清复明的隐喻 红楼梦他本身就是一部 反清复明的血泪之作 这怎么说呢 贾宝玉就是那个争夺的中心 这个宝玉就是传国喜的意思 那么他是被两个女子抢夺的嘛 一个就是薛宝钗 另外一个就是林黛玉 那么林黛玉呢 就是朱明的隐喻 明朝的隐喻 你看他的婢女叫子娟 对不对 子呢就是朱的别色 所以呢 林黛玉就是明朝 那么薛宝钗 你看那个钗有个金字边 对不对 金 大金就是女真 就是清朝 所以呢 明跟清 在抢宝玉 宝玉就是传国喜 所以你看哦 贾宝玉 他旁边的贴身婢女 叫做习人 对不对 这个习人呢 拆开来就是龙衣人 什么样的人穿着龙衣呢 就是皇帝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隐喻的含义在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听他这个索引派的红穴 听得一愣一愣的 找不出错的地方呢 那我们还听潘重归老师说 他当年曾经到英国去开会 结果整个行李在飞机上全部都掉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没有办法就滞留在英国 那就只好去大英博物馆 去大英图书馆看书 结果呢 在那边看了很久之后呢 才开始开启了他研究这个斯坦因金卷 就是敦煌辩文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老师们身上 其实都有某种传奇在里面 那包括王孟欧老师 他也曾经留学过日本啊 他这个文学批评的底子很深厚 我还记得那时候他教我们唐人小说 然后呢 那时候我看他的唐人小说的一些注解本 我就觉得哇 这已经研究得很深了 那个时候呢 我就问了老师一句 我就说 老师你都已经研究完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 我还记得王孟欧老师那时候笑到一个不行 我问的问题可能很蠢吧 后来我当然经历了那么久之后 我再来看自己那个问话 实在是有点轻狂了 天底下学问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仰望老师就好像低谷 去仰望高山一样 每一座山都很高 都完全看不到他的高度 可是呢 就像王孟欧老师讲的嘛 他说 如果你不会画国画的话 那么你看我现在画的话 其实你每一幅都觉得很好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的高手来看的话 他是从高处幅看的 所以他一看就知好坏 但我们从低谷去仰望高山的时候 每一座都是很高的 你没有办法判断哪一座山比较高 所以 这个让我大开眼界 也就是说 人只有让自己修为的更高 学问更高以后 你就高下立判 对不对 哪一个人完全就只是 胡吹乱捧的 那有一些人是真材实料的 你一看 你从空中鸟看 一看就知道 但如果你站的地方很低 你的事件跟你的学问都很低的话 你往上看哪一座山都觉得很厉害 很高 很伟大 对不对 就连我没有上过课的台静龙先生好了 光是从他们的眼中跟口中所诉说的 就让我起了非常大的好奇心 那后来我自己去读了很多台静龙先生的书 那我就发现 天啊 这个人真的很值得尊敬 比较为人所知的是 他在1948年到1968年之间 他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 足足当了20年 那我知道有些研究台湾文学的人 对台静龙先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那么以现在来看 一个主任的位置当20年 好像也实在是不寻常的久 但是你如果知道 在1946年呢 他的好朋友许受伤被暗杀之后 他就活在那种白色恐怖的阴影底下 我们上次讲过林献堂 在228事件之后 陈城来到雾峰林家 在他的家里面 拿出手枪 放在桌上的时候 林献堂就知道 他有性命危险了 所以呢 就到了日本去 然后一直到死 都没有回来 后来遗体才运回来 安葬在雾峰林家花园嘛 那么台静龙 他几乎在台湾的这40几年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死亡的威胁底下 所以他才选择了 非常安静的 在歇脚庵当中 然后做自己的血树研究 然后写自己的书法 再也不敢对时局 发出一句什么样的一些批评 这是有原因的 说到台静龙的故事 他在1925年的时候 认识鲁迅 那个时候他在北大 在这个北大的中文系的国学所 然后那个时候呢 在鲁迅的指导之下 他跟他的好朋友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卫民社 就是伟崇吾啊 李济野啊 这些人 这些人也都是 正一般老师 他们熟识的人啊 那他们这个卫民社呢 他们就翻译了很多苏联的著作 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创作 那对当时候的时局 有很多的批评 在1930年的时候 他就成为北方左翼联盟的 发起人之一 简单来讲 当时候热血的 有理想的青年都是左倾的 那这个台静龙呢 他在抗战的时候 在四川 他也认识了陈独秀 那不得了 你认识这些人 全部都是左派的呀 所以呢 台静龙曾经三次入狱 他曾经被国民党怀疑嘛 然后就被抓了三次 最长的一次在南京 坐牢坐了半年 所以呢 三次入狱 都是性命交官啊 那这个简直跟杨奎有拼的 那么三次入狱的结果之后 后来呢 1946年 他到了台湾 那本来只是想待一阵子 就要回去的 没有想到国共内战 他就回不去了 所以从1946年 一直待到1990年 他去世 他都一直住在 文州街的宿舍里面 那里叫做龙坡里嘛 所以后来呢 台静龙的散文集 就叫龙坡杂文 是这样来的 那在1990年的医院呢 被迫迁到温州街的新居 因为那一片宿舍全部改建嘛 然后他自己写文章说呢 他被扫地出门了 所以1月的时候 迁到温州街的新居 然后11月就去世了 那么显然心里面 其实是非常的欲足啊 除了老人家 把人家迁居 这真的是影响心理非常大 那么说到台静龙 他为什么后半辈子 再也不敢触及时事 也不敢再写作了呢 包括他的弟子林文月 我记得林文月有一次写文章 写小说给台静龙看 台静龙只淡淡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写的小说里面的 泛夫走足 他们讲话的样子 都像大学教授 从此以后林文月就再也没写过小说了 因为林文月那种 大家闺秀研究诗词的 那他比较没有社会经验嘛 所以就观察社会经验上来讲 无疑是比较不擅长的 那台静龙为什么后来下半辈子呢 后半辈子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呢 以他早期就写的跟鲁迅一样好 这样的功力 为什么后来再也没写过呢 这跟1946年许寿商被杀有关系 当时候呢 台静龙刚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许寿商 许寿商其实就是许继福 他是鲁迅的很好的朋友 也是个很温厚的老人 那他就在1946年的时候呢 就被杀害 那就有人就说这是国民党杀的 这根本就是白色恐怖的暗杀 那因为许寿商是鲁迅的好朋友嘛 所以这些人都都已经在被怀疑当中了 那许寿商被杀这件事情呢 这个台静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追思 那这篇文章呢收入在他的散文集 叫做我于老舍于酒 台静龙文集这本书里面 他就讲到他心里面多么的悲痛 那么也就是说 当许寿商被杀害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了 他在对时局有一点点击刺 或者他在写创作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他性命不保 所以后来他就再也没写过东西了 全部埋首于书法 那我们都知道他的书法是泥原露体 张大千说他是300年来第一人 他的书法跟画画都是一绝 那尤其是他画的梅花 庄严就说呢 那真的是一绝 画得非常好啊 那你就可以理解 是一个财情很高的人 诗书画 还有包括写小说 都是很厉害的人 后来完全晋升 完全安安静静 静入寒残 就是因为许受伤被杀这件事情 所以呢 那真的是龙中鸟啊 有翅难飞啊 所以他是写得非常好的 但是后半辈子整个被消音啊 台静龙的小说成就 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拿他的弟子子 来跟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来比啊 写的年代都一样 是20年代 然后呢 弟子子里面 比如说有一篇叫心坟 那你拿来跟那个鲁迅的呐喊里面 有一篇叫做祝福 祝福里面不是就有个女主角 叫做祥林嫂吗 这两篇 就是心坟跟祝福这两篇 你PK一下来看看 就会发现 哇天哪 这个台静龙 他所书写的那些小人物 不得了那种深刻跟冷静的程度 完全不输鲁迅 他只是后来没再写下去 写下去还得了啊 那么你如果觉得台静龙很保守啊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有一本书叫做亡民讲史 那么这一本书呢 是他当年在抗战的时候 在四川写的 这一本书一直没有被发表 这被发表的话 那绝对是抓起来的 这篇文章讲什么呢 这个亡民讲史 他讲的就是说 清朝 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后呢 那个崇祯皇帝不是自育于梅山吗 就在梅山上吊嘛 那么南明呢 有一个福王 他在南京建立了都城 然后呢 他称为小朝廷嘛 然后就是声色全马 非常的腐败啊 那他写的这个亡民讲史 他是以史来御经 也就是说 他表面上是在写小说 事实上他是在遇当时候的时局 能言笑骂 这有点像是鲁迅当年写那个故事新编嘛 所以其实他是在几次朝政 那他讲的当然就是国民党政府嘛 这本书如果当时候发表出来的话 很容易被视为是国民党的末世预言 因为国民党那时候退居西南异域 在重庆那边嘛 所以呢 这个书出来那还得了 这书后来就都没有 一直没有出版 一直到去年 前几年的时候吧 柯庆明跟廖兆亨他们才把它挖出来 然后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他们是在整理他的百岁展览的时候 才把这个书出版的 所以呢 这是一本埋藏了八十年的书 比张爱玲那个小团圆埋了三十年 还要久 那么台静龙这本亡民讲史 你现在对照洛宇军写的明朝来看看 明朝他同样都是用明朝来隐喻 可是洛宇军他是用一种很华丽的拼贴的手法 讲一个喧嚣狂躁的时代 但是呢 台静龙他却是有隐喻时局的意味 所以他这个是杀头的啦 这本亡民讲史一出来还得了 那个林海英的船长事件 只是辞掉工作而已 那亡民讲史一出来 他还能活吗 这个台静龙这本书完全是在击刺国民党 所以你可以理解 唯文真的蛊惑 也就是说写文章写到 性命都要丢掉 这实在是千古文人的宿命是吗 我在博一的时候 在台北受到过这些老师的影响 后来我1995年博士班毕业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些学问了 我改行到当代文学去 我做很冷僻的研究 台湾当代散文的研究 我虽然见证了那个最后的光荣 那事实上呢 我努力的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然后我慢慢明白过一个道理 那就是世界上没有白费的事情 我所研究的中国古典文学 跟我现在做的台湾当代文学 一点都不违和 因为我们就因为有那个基础 所以才能够转战到别的领域 那比如说像台大中文系出身的很多人 后来也转造到别的领域 比如说像陈万毅或者是陈昌明老师 他们后来转站到台文的领域去 那么林文岳简真 柯庆明 他们这些才是台大中文系的敌传弟子 都各自有自己的发挥的领域 所以我现在慢慢理解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老师的作用 就是让学生向往学问 当学生不向往学问的时候 什么大咖老师都没有用 而当学生向往学问的时候 那么老师什么都不用教他 身教其实就是最好的研教 在三十年后了 我永远记得郑老师 郑英白老师在他的书桌 他家的客厅跟我说的 有所偏方有所致 不要怕研究冷屁的学问 在没有人的道路上 你才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 我永远会记得这一句话 不要怕难 也不要怕人家不看好你 这句话同时也让我想到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 这句话不就是那个电影 深夜加油站遇到苏格拉底里面讲的吗 那这个年轻的体操选手 在加油站遇到一个老头 然后呢 常常给他很多人生的大道理 那有一天这个体操选手呢 出了车祸以后 他的腿摔断了 腿断了 然后他觉得他这一切都完了 他的人生已经到这里就全完了 这时候老人只冷静的跟他讲一句话说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 就看你是不是能够找出它的意义来 所以呢 不要怕走冤枉路 世界上没有冤枉路 这个事情 绕一个弯子 很可能会让你更认清自己的方向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 也不是表面的 那是一种人品气性的一种潜移默化 就好像杜福的诗说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就是像雨水滴落到土里面 然后安安静静的渗透出去 然后给了你很大的影响 这也有一点像是60年代 Simon and Garfinkel 他们有一首歌叫做 The Sound of Silence 就是沉默的声音 沉默之声 这句话 这里头就说 我的话如同雨水滴落 在寂静的水井中回响 我是这样纪念我的老师们的 也希望有时候我们在课堂上讲的 一两句话 学生们也听到了心里面去 他的改变不一定是马上 但是呢 或许在心里面静静的发酵 有那么一天 终于懂了的一些道理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Simon and Garfinkel 在60年代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I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Ten thousand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that I do not know Silent type of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the wi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In tenement halls Whisper the sounds And the signs of silenc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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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